事情的经过就要由美国撤出阿富汗开始说起 当时他们有一套主要遥控无人驾驶战机和监控机的遥控系统被塔利班抢走 事件里面有两名美军死亡 塔利班就把他们抢到的武器和遥控无人驾驶战机的系统 放在六个不同的货箱里面,合共重20公吨 这件事发生在2014年2月 塔利班要的是钱,因为他们需要钱去买武器 所以他们想卖给俄罗斯和卖给中国 俄罗斯因为在乌克兰事件里面已经与美国非常紧张 如果在情报世界里被知道是间接涉取美国的高度国防机密 可能会令局势更紧张 中国方面完全不同看法 中国对于美国的无人驾驶系统非常有兴趣 试想想一下,如果中国的科学家能够突破无人驾驶的遥控解码 就可以令到美军现在日益的无人驾驶战机和偵察机 情同虚切 所以美国很怕中国政府会得到这批科技 而中国也愿意给出天文数字去买这批科技 在2014年3月,八个科学家连同刚才提及的六个货柜 由阿富汗辰转经陆路运到马来西亚 而在美国方面由于中东的情况比较敏感 所以他是透过以色列的情报局 是帮他追寻这批电脑和武器的 中国政府认为最稳定的运送方法 都是透过民航机去输送 这样就没那么容易被人发觉 所以就挑选了马航在吉隆坡 飞北京的这批航机 而在这四个半小时的航道里面 是并没有飞过美国有关系的泛太平洋国家 所以应该是相当稳定 看过航线之后,北京政府认为MH370 是最适合运送这批战略武器的一个最好的航空 但同一时间有五个美国人和两个以色列的特工 亦都参与要抢回这批战略控制电脑 回到美国国境 当MH370准备离开马来西亚领空 进入越南领空的时候 美国就透过一种科技叫AWAC 遥控识了他们的基斯导航系统 以及他们的定位系统 在这个时候,在事后很多的雷达 也探测到航机一度上升到四万五千尺 那AWAC怎么可以做得到呢? 其实在911事件之后 波音客机包括了很多空中巴士 亦装置了反恐遥控导航系统 他们的理论就是 当驾驶室真的被恐怖分子冲进去的时候 新型的波音机,特别是777 可以透过地面遥控 所以是不会被恐怖分子 可以把飞机高速撞击到民居 或者是战略的目标 当这架飞机被遥控到四万五千尺 由于空气稀薄的关系 机上所有人都已经昏迷 当然那五位特工和那两位以色列的特工 早已知道发生什么事 所以他们应该是有后备的氧气 安排在飞机上 他们不敢将这班飞机兜过菲律宾那边 因为在菲律宾和中国的海峡 是布满了中国的雷达 所以航机转向泰国和印度方面的航线飞行 事后亦都见到 马来西亚、泰国和印度的战略雷达 曾经是探测到这班飞机 不过他们并没有采取行动 于是乎飞机采取行动 就是飞过北斯里兰卡 经过南印度 之后降落了一个Mandiffels的地方 而在附近的村民 曾经亦都跟CNN说过 有见过飞机降落 当他们在地面加油之后 接着他们将飞机再一次起飞 飞到南印度洋加斯加迪哥 一个美军空军基地 接着就将那六箱 他们要拿的电脑科技和黑盒 在飞机上移除 机上的乘客 一早就因为已经没有氧气 昏迷或死亡 当他们拿了他们所需要的东西之后 飞机再度升空 飞去南印度洋 没有人住 没有航道 没有飞机飞过的南印度洋 一直直到飞机燃油耗尽 墮海毁灭 地方都凑了 在热机也不知道